唐文龍這日出席活動 講到之前的安心事件 作為黃森榮朋友的文龍 不知道又會怎樣看呢? 其實森榮那個事件 大家都 我想全世界全地球人 都會作出他們的評論 他們的看法 在我身為外人 我都沒有什麼看法 我跟他是朋友 但是說什麼都沒有用 但是我也是那句 給點空間 誰沒有錯過 誰沒有犯錯 所以我們退一步 看看如果我有犯錯 希望別人會原諒我 給我機會 這個世界 文龍之前話說 弄傷到現在都沒有好 原來是他沒有乖乖聽醫生話 我傷了之後 印帶和腳掛 我走去浸溫泉 所以鼻子血管都爆裂了 所以更加傷 傷重加傷 所以是我錯 應該呼冰的 下次 不知道會不會影響到工作呢? 工作的影響 不會影響 因為工作 還有兩個星期才開始 但是做健身 練功夫 練兵器 尤其是練不到 因為手和腳 印帶都是拉傷了 但是OK的 現在還有 我想百分之十多 就康復了 我會很用心康復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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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